哇,Google好厉害,又多了新功能 当我们在搜寻英文翻译的时候 那么系统出来英文之后 下面会有一个可以发音的按钮 那所以我们要听这个声音可以直接 按这个喇叭 然后现在多了一个新功能叫做学习发音 所以你按喇叭的时候会出现这一个学习发音 我们点了学习发音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嘴型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你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嘴巴动 然后还可以方慢语速 就可以看到它嘴巴到底是怎么动 还可以调整你是音试发音还是美试发音 挺好玩的 跟大家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